老师我一到转我就站不稳了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做一个踏步 动作与动作衔接之间的时候 它是不是有个转身 大部分的人在做的时候转身 自己把自己给拧死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出现了这个呢 第一是因为你的人 首先没有拔起来 头没有往上掌 脚没有往下踩 这是你的体态 首先没有摆正 整个人是卸着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你的运动路线出现了问题 那么其实转两个半圈形成一个翼圈 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个时候我们要转 第一个半圈 那么我的前脚是用哪做碾动 对了 然后后面的那个脚 是用我们的前脚掌在做碾动 在碾动过来的过程当中 迅速转向我们的五点方向 形成大八字尾 这个时候检查自己的两脚平行了吗 如果你平行了 说你的位置对了 好 然后反向的这个时候呢 右脚是用脚后跟做碾动 左脚是用前脚掌做碾动 来转回来 五六七走 打 那么练习的时候 我们首先去练半圈半圈 这个两脚之间的交替 熟悉了以后 我们再把它加成一圈的 哦